看以下有關那個綜合練習這一題 綜合練習主要就是 我要怎麼樣比較快的方式就是 最好是直接快速的可以向下向右 自動的產生一整年的年曆 不過在產生那個 就是其他日期之前 恐怕你要先把每個月的第一天先做出來 那每個月的第一天怎麼做 當然這地方的話 2月1號跟1月1號 剛好相差一個月 3月1號跟2月1號又剛好相差一個月 所以其實我們最簡單的方法 當然可以用剛剛用過的E-Day 產數 Start Day 相差一個月 可以按個確定 那確定之後的話 後面你可以直接向右填滿 向右填滿之後的話 因為剛好拉過來 他A2會變成C 這A2會變成B2 所以又參考到的是2月 相差還是一個月 那以此類推 所以你直接拉過來 先做好2月1號之後 拉過來之後呢 那一樣藍寬不夠了 所以常用裡面 你可以用那個儲存的格式 格式裡面的那個自動調整藍寬 把藍寬拉寬好了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3月1號 4月1號 5月1號 每個月的第一天就會自動產生 那我們第一個先用什麼E-Day 函數 因為向右填滿 他的藍號會增加 因為沒有鎖啦 所以剛好每個月的第一天就產生了 OK 每個月第一天 那第二個要做什麼呢 那我們可以怎麼樣呢 再來產生 就是比如1月1號 再來1月2號 那他們之間 其實就相差 等於什麼呢 等於 這一天 怎麼樣呢 因為他實際上裡面是一個數字啦 所以你想 加什麼 1不就好了 實際上就下一天 OK 那因為呢 你用的是參考到上面這個儲存歌 所以他的格式呢 也會自動幫你複製下來 所以打勾 1月2號沒錯 OK 那這個時候你可以怎麼 向下填滿 1月到31 有沒有就自動完成了 那可是問題哦 你把它向右填滿 你想說向右填滿 放開 這個時候的話 基本上呢 1月應該沒問題 可是2月的話有沒有 你會發現哦 好像有多了一些不應該出現的東西 3月有沒有 4月份這邊有5月 這邊有7月的 這兩個應該沒問題 這個有9月份因為30天 所以會10月1號 11月30天 所以這邊會有12月 那怎麼辦呢 再來的話 你可能要考慮到什麼 如果你向下填滿的時候 那是不是應該判斷一下 如果我說 假如你向下填滿的時候呢 假如你要填滿的那個 這個儲存格裡面的月份 跟它上面這個月份哦 不一樣的話 那你可以考慮怎麼樣 把它清除掉 那清除掉的話 好 前面我們講過你剛才填一個空字串給它就可以了 好 所以那個邏輯上可以這樣寫 也許再回到 剛剛這個A2 這個A3的儲存格 那你可以做什麼 把這個公式先解下好了 插入一個邏輯判斷 什麼邏輯判斷呢 就是如果一副 什麼呢 邏輯就是慢死 我們剛剛有講過 然後慢死 判斷月份嘛 刮鬍 它上一個就是A2嘛 所以把A2拿來判斷一下 如果它的那個月份哦 跟A2加1 不相等的話 所以你就慢死 然後加一個 打一個慢死 刮鬍 然後把剛剛的東西貼上好了 或者直接打一下A2 A2加1之後 如果這個不等於 這個是不等於哦 這個是小於大於 就是不等於 如果兩個不相等的話 那表示說什麼 那我就是把裡面的儲存格的值怎麼樣 變成沒有 沒有就這個 如果不相等 因為如果像這個地方 2月3月 那3月的話 那我就把它清掉就好了 那這個裡面就空的嘛 OK 那反之的話呢 那我就怎麼樣 再加上A2加1就可以了 這個是正常的 上面是不正常的 OK 好 所以其實就做一個邏輯判斷就可以了 按個確定 向下 沒錯 為什麼 因為都同個月份 沒有影響 向右 放開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 3月1號被清除掉了 清除掉了 OK 可是呢 衍生出來的 另外一個問題 這個清除掉 為什麼 因為它跟上個月 這個上個儲存格的月份不相同 所以被清除掉了 但是呢 下面這個儲存格還是會在比較它的mance 可是因為裡面是空的 mance裡面你放個空的 它就會覺得你到底是怎樣 有問題 所以它會產生一個value的錯誤 這個就是因為你沒有丟資料給它 而造成的錯誤 那這怎麼辦 所以其實 再來你可能需要做一件事 如果你發現這個錯誤 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跟它略過算呢 其實有個同學說